我给大家说 我那几天不是在窒息吗 我就是很着不着 就有些人在图书馆那种行为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吐槽一下 然后我今天觉得没有办法能够表达我心中的情绪 那个手势都已经没有办法表达了 所以我拉了一个枕头过来 大家能够看到我对这种行为的愤怒吗 好那第一种行为呢 就是那种在图书馆敲字麻字 东大的声音 就是像那种在放鞭炮一样 怎么给你形容啊 我马上给你演示一下 就是这种啊 就是他感觉 他感觉他这 就是他打字特别特别骄傲是怎样还是 还有那种就是鼠标是那种很响的 就是这种就比如说他就是 懂了吗 他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非要在图书馆用电脑的话 就是玩那种抖腿啊 特别是那种窒息室 前排和后排的那种桌子和椅子是连在一起的 你看那种抖腿 你的桌子他都在抖 麻烦你们就是能不能克制住你们多动症 你来到图书馆你就安静的学习 你就非要在那里抖腿啊 有些人就是提醒了好多次他就好的 又开始抖好的又开始抖 你记不到了吗 你的记忆只有七秒钟啊 第三种情况就是那种 在图书馆谈恋爱的 我去学习你还要让我掐狗粮 我是这一波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 就是我明明是我们一起去愉快的学习 我把自己曾经在学习的环境当中 你非要在我的眼前啊 亲过来亲过去 我在想就是图书馆不是学习的地方吗 你们嗯 是不是有一些更合适的场地啊 为什么非要来图书馆呢 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 一方面很羡慕 一方面有很反感 就是我觉得你们小两口啊 一起来学习是OK的 就是你们不要在这种学习的圣地啊 亲过来亲过去 还要拿书挡着 我是看不到嘛 你们你两个老婆挨到一起 我是看不到嘛 你们在住上子 还要拿书挡抖起 哎呦这种小浪漫哦 哎呦这种气死我了 是不是很气啊 好第四种情况就是那种 很喜欢在图书馆或者这些吃 吃那种有味道的食物 啊我觉得你要是吃一颗什么糖啊 什么之类的 无所谓啊 就是小生一点 但是你就是吃那种什么 韭菜味的饺子 韭菜味的包子 啊这是什么大蒜味 哎我的天啊 就是还有那种 喜欢在图书馆或者这些吃那种 清嘴上 就是每当我闻到你们的味道哈 不喜欢那种味道 you know 偶尔的时候喜欢那种味道 我闻到了你给我吃吗 啊 你又不给我吃 你让我闻干嘛 所以你就出去吃啊 多大点事啊 非要再图书馆 所以我总结一下啊 以上这些行为 就是 他们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心 你懂吗 在这个时代当中 大家还是有一点情商的 就是我们毕竟 也不是会死读书的人 嗯 自习的时候就是稍微 为别人考虑一下 我觉得是 这样会对你我都好啊 就是我 我也觉得你应该是 脸皮比较薄的人哈 所以我就是 啊 拍一个视频啊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 扩散出去 你有什么不敢骂的啊 我帮你吧 啊 虽然我也只 只敢在视频中 Anyway 我希望大家在提升自己 知识水平的这个基础上啊 也提高一下自己的数字 一起来维护我们图书馆 或者自习室良好的学习氛围好吗 好 今天的会议结束啊 大家赶紧把那个视频扩散出去哈 拜拜 都轮开